快看,这只猎狗主任竟然被一只毛驴揪住耳朵不松手 原因竟然是在割痘疮手术中不慎失手 搞得驴二哥痛苦不已 扬言要让猎狗主任付出代价 没想到经验丰富的猎狗医生竟然也有失手的时候 猎狗主任今天实在是太闲了 虽然他已经坐上了主任的位置 但割痘疮的手艺还是要勤于练习 这样才能保证让自己万无一失 很快猎狗主任就发现了一个合适的对象 原来在不远处的地方 有一只悠闲的驴二哥 对方看上去一点都不忙 非常适合来体验一次割痘疮手术 猎狗主任自认为手艺不凡 一定能够给驴二哥一个良好的体验 于是他便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二话不说就开始给驴二哥割痘疮 真是一点都不客气 面对突如其来猎狗主任 驴二哥瞬间猛了 他可不记得自己预约过这个手术 虽然驴二哥比不上肉食动物的凶猛 但他们的脾气可是出了名的倔强 整个自然界没有人能够强迫他们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不过猎狗主任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做的不对 依旧我行我素地想要把手术进行下去 他认为自己的技术已经十分高超了 一定能够给驴二哥一个很好的体验 很显然猎狗主任触犯了驴二哥的逆龄 然而他却对此一无所知 看来驴二哥不得不给他点教训尝尝 猎狗主任强行给驴二哥做痔疮手术 搞得对方烦躁不已 奈何猎狗主任一点眼力见动物 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 驴二哥真是忍无可忍了 直接揪住了猎狗主任的 看来这次的手术不得不被破终断 猎狗主任其实感觉到了驴二哥的抗拒 不过他还以为是驴二哥太害羞了 不好意思让他做手术 猎狗主任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 驴二哥退一步他就进两步 像个狗皮膏药一样 甩都甩不掉 猎狗主任实在是太热情了 驴二哥实在是忍不下去了 看来自己的退让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 此时的他已经不想继续忍耐了 对着猎狗主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这下轮到猎狗懵圈了 难不成驴二哥是嫌弃自己的手艺不好吗 驴二哥越是抗拒 猎狗主任就越想证明自己的技术 既然驴二哥不想割痔疮 那他就勉为其难做一场变性手术好了 此时的猎狗主任已经转变了目光 朝着驴二哥胯下的大荔枝就冲了过去 实在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驴二哥真是彻底无语了 他还是第一次见这么没有眼力见的猎狗 猎狗主任的行为已经彻底激怒了他 此时的驴二哥只想快速结束战斗 朝着猎狗主任的耳朵就咬下去 猎狗主任瞬间被疼得嗷嗷大叫 局势瞬间两极反转 看他以后还敢不敢这么嚣张了 猎狗主任遭遇狗生滑铁路 想给驴二哥做手术却惨遭拒绝 甚至还被揪住耳朵松口 差点变成了一只耳 驴二哥这实力真是太强了 想必猎狗主任以后再也不敢主动招惹他了 耳朵上传来的疼痛 让猎狗主任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 不过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 他还是要奋起反抗 没想到驴二哥的力气实在是太大了 猎狗主任的耳朵差点被揪定 一直到这个时候 猎狗主任才明白 自己已经没有反败为胜的可能性了 如果还想继续活下去 挣脱驴二哥的控制才是最重要的 终于 猎狗主任拼了命地挣脱了控制 此时他知道 自己能做的事情就只有逃跑 于是他头也不回地往前跑 生怕再次被驴二哥抓住 驴二哥一开始并不想和他一般计较 奈何猎狗主任一直死缠烂打 搞得驴二哥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这只不知天高地厚的猎狗主任 驴二哥很快就追上了猎狗主任 再次咬住了他的耳朵 此时的猎狗主任已经奄奄一息 看来他今天真是凶多吉少了 相信过不了多久他就会一命呜呼了 说不定他的尸体还会便宜了其他猎狗 属实是有些悲惨 如果他没有一直骚扰驴二哥 或许还能侥幸活下来 如今落得这样的地步 真是自作自受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快看 这只小母狮正迈着妖娆的步伐 朝着不远处的野牛走过去 这画面真是让人眉眼看 野牛大哥第一次看到如此妖娆的母狮 眼竹子都快瞪出来了 口水更是止不住地往下流 没想到他的魅力这么大 竟然连小母狮都如此主动 这只母狮的年纪并不算大 他本应该形影不离地跟在母亲身边 然而就在前不久的一次意外中 小母狮的母亲不幸去世 只留下他继续生活在自然界中 原本的狮群在打斗中分崩离析 此时的小母狮只能依靠自己的能力活下去 不过一直流浪也不是办法 为了能够让自己轻松一些 小母狮直接加入了其他狮群 为了能够让其他母狮认可自己 他可以说是拼尽了权力 差点连小命都搭进去 在狮群中其他母狮们准备捕猎的时候 小母狮也积极参与了进来 他们今天的目标是一头体型庞大的野鸣 虽然野牛是狮草动物 但他们的实力却不容小觑 尽管母狮数量众多 但获胜的概率却不算大 要想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他 必然要用一些特殊的方式 此时的小母狮知道 到了自己发挥作用的时候 为了能够被狮群真正接纳 他主动站了出来 承担起了最危险的任务 小母狮作为狮群派出的诱饵 迈着妖娆的步伐朝野牛大哥走过去 小母狮主动现身做诱饵 只为了让野牛大哥心甘情愿落入圈套 野牛大哥直接被美色冲昏了头脑 还以为自己的魅力不减当年 竟然能让小母狮如此崇拜自己 此时的野牛大哥不由地沾沾自喜 殊不知这刚好是母狮们想要的结果 小母狮此时心里实在是紧张得不行 如果野牛此时看穿了他们的计划 那么他一不小心就会丢掉小命 就算是侥幸活了下来 就更不可能被狮群接纳了 不过就算是他在紧张 也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幸运的是 野牛大哥丝毫没有发现异常 甚至还主动朝着小母狮走了过去 准备来一次亲密接触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其他母狮们抓住机会一拥而上 直接把野牛大哥包围在了中间 此时的野牛大哥才意识到 自己这是遇到仙人跳了 他表示这一切都是小母狮主动的 自己什么都没干 说要他转身就要离开 不过母狮才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他 丝毫不留情面敌发起了攻击 虽然野牛大哥有些好色 不过这并不代表他就会认怂 面对母狮们的围攻 他不停地用自己的牛角进行反击 只要能够戳破母狮的腹部 自己就还有一线生机 果然下一秒一只母狮就被顶了起来 直接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不得不说 母狮们也太不容易了 为了一口牛肉竟然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野牛大哥看上妖娆的小母狮 还以为是自己的魅力太大了 没想到下一秒就落入了母狮们的圈套 甚至直接弄丢了自己的小腻 实在是美色误人 也不知道下辈子他还会不会如此好 虽然母狮们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 不过并没有威胁到生命安全 眼看野牛逐渐占据了上风 他们直接切换了策略 转换成了车轮战 以此来消耗野牛的体力 不过野牛大哥的实力实在是不容小觑 面对母狮们的轮番进攻依旧能够从容应对 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看来又到了小母狮出场的时候 小母狮再次迈着妖娆的步伐靠近了野牛大哥 用自己水灵灵的大眼睛注视着野牛大哥 主打一个柔情似水 野牛大哥看到小母狮的眼神 瞬间停止了自己的动作 小母狮趁热打体 下一秒流直接咬住了野牛大哥的嘴唇 这画面真是让人没眼看 小母狮真是太吓得去嘴了 这下好了 野牛彻底沦陷了 直直地躺到了地上 甚至停止了挣扎 看来野牛大哥还是太年轻 竟然贪图美色而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不过母狮们终于拿下了这头野牛大哥 小母狮出众的表现也赢得了狮群的认可 看来他这下能够安心地生活在狮群中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画面中的这只老鹰正在大口大口地 吃着刚刚捕食来的猎物 拉近镜头仔细一看 这竟然是一只凶猛的花豹 不过从花豹的体型上来看 他应该是刚出生不久 也不知道母狮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会不会来找老鹰报仇 这只花豹妈妈刚生产完不久 她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 不过此时花豹幼崽们还在嗷嗷待哺 为了能够填饱自己和孩子们的肚子 她不得不亲自外出捕猎 奈何花豹幼崽们还太小 如果带着他们一起出门 不仅帮不上忙 反而还会添乱 经过了再三思索之后 花豹妈妈最终还是决定自己快去快回 然后孩子们就在家里看门 不过此时的她还不知道 自己的这个决定将会酿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等到花豹妈妈离开以后 小花豹们就像是撒了欢一样 纷纷跑出来透气 他们此时对于自然界充满了好奇 根本不知道究竟自己的这种行为有多危险 与此同时在不远处的天上 有一只老鹰正在四处觅食 随时他们平时和花豹是扒杆子都打不着 但老鹰今天格外嘴馋 看到花豹就想冲上去大吃一口 其中一只花豹又在上一秒 还在开开心心地玩耍 下一秒就直接被老鹰抓到了树上 这下好了 花豹又在把自己给玩进去了 小小年纪就要经历这样的事情 真是太残忍了 也不知道花豹妈妈能不能赶回来 拯救自己的宝贝儿子 花豹又在趁自己的老妈出去不练 竟然偷偷跑出去玩 没想到下一秒就被老鹰盯上 直接一命呜呼了 老鹰实在是不讲武德 竟然连刚出生的幼崽都不放过 老鹰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这么容易就成功了 此时的她已经难掩内心地激动 徘徊了好几圈之后 发现花豹妈妈不在附近 于是也不再躲躲藏藏 竟然直接停在了旁边的一棵树上 二话不说就吃了起来 属实是有些猖狂 小花豹哪里承受过这样的痛苦 很快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她到死都没能看到自己的妈妈来救自己 也不知道她的心里有没有一丝丝的怨恨 不过很快花豹妈妈就回来了 而且她今天十分幸运地捉到了一只羚羊 足够她和孩子填饱肚子 此时的她正在呼唤着花豹幼崽 不过花豹妈妈很快就发现了一场 已经的孩子竟然少了一只 她以为自己已经回来得很快了 没想到还是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真是让人气烦 此时的花豹只想知道 是谁趁她不再偷走了自己的孩子 她不停地四处观察 终于发现了树上的老鹰 甚至还能够看到花豹幼崽残破的身体 母师瞬间就怒了 不过她知道自己不能打草惊蛇 于是将自己的其他幼崽安顿好之后 捏手捏脚地溜到了老鹰所在的树下 要知道花豹的爬树技能一点都不逊色 而老鹰此时该沉浸在美食的诱惑中 丝毫没有发现危险正在逐步靠近 老鹰趁花豹妈妈不在家 竟然对刚出生的花豹幼崽下手了 没想到却被返回来的花豹妈妈抓了个阵阵 花豹一向不喜欢记仇 他们通常都是有仇当场暴 看来这场打斗是真的无法避免了 猛禽和掠食者之间的斗争 究竟谁的实力能够更胜一筹呢 花豹捏手捏脚地爬上了树 趁老鹰不注意直接冲到了他的面前 此时的老鹰才意识到 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暴露 奈何花豹已经离自己很近了 而他刚想起飞逃跑 就被对方一巴掌拍到了树下 老鹰此时还在不停地挣扎 试图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奈何花豹一点都没有要放过他的意思 不停地撕扯着老鹰的身体 老鹰实在是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会沦落到这样的地步 不过此时他后悔已经为时已晚了 在花豹妈妈的折磨下 老鹰还是一命呜呼了 看到伤害自己孩子的罪魁祸首 已经付出了代价 花豹妈妈这才想起来 查看幼崽的伤势 然而此时已经为时已晚 花豹幼崽的尸体都凉透了 甚至已经被老鹰吃了一半 这真是太残忍了 本以为花豹妈妈会沉浸在丧子之痛中 没想到下一秒 她却直接把幼崽的尸体吃了下去 尽管这样的场景有些残忍 但却十分符合自然界的生存法则 既然事已至此 花豹妈妈只能尽力保护好自己的其他孩子 尽量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快看 这只沸沸的怀里竟然抱着一只小狮子 甚至还爬到了树上四处显摆 让人瞬间想起了狮子王中的经典桥段 不过她可没有什么好心思 纯粹把小狮子当成了自己的新玩具 树下的母狮都快被气疯了 要是不给沸沸一点颜色看看 自己以后还怎么在草原上混下去 其实沸沸已经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了 他们可是动物界有名的人贩子 常常对一些没有反抗能力的动物幼崽下手 自然界中大部分动物都被他们祸害过 沸沸可以说是偷孩子的老手了 这么多次都没有翻车 这也让她越来越嘚瑟 所以在抢走小狮子之后 并没有选择低调离开 而是爬上了附近的一棵大树 生怕母狮发现不了她 实在是太猖狂了 由于沸沸过于嘚瑟 母狮很快就发现了一场 冲到了树下对着沸沸狂吼 试图让她放过自己的孩子 奈何沸沸实在地软硬不吃 不仅没有放手 反而在看到母狮焦急的神情以后 更加嘚瑟了 母狮实在是不敢轻举妄动 虽然作为猫科动物的 她拥有着爬树的技能 但她十分害怕沸沸在情急之下 直接杀死小狮子 因此现在的她只能站在树下 尽量不刺激沸沸的情绪 奈何沸沸真是软硬不吃 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 看来母狮不出手是真的不行了 沸沸趁母狮不注意 竟然抢走了对方的宝贝疙瘩 还不停地四处嘚瑟 搞得母狮气愤不已 奈何沸沸实在是太猖狂了 面对母狮的警告却依旧不为所动 这胆子实在是太大了 眼看小狮子在沸沸的怀里 越来越痛苦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小狮子必然会惨死在沸沸手里 舊子心切的母狮 不得不做出下一步的计划 此时的她已经研究好了爬树的路径 想要和沸沸面对面的谈谈条件 看看她到底怎么样 才愿意放过自己的孩子 不过沸沸此时并不知道母狮的想法 她还以为母狮要攻击自己 下意识地就想转移阵地 没想到慌乱之际 竟然直接把小狮子从树上摔了下去 这下彻底干大了 母狮看到小狮子被摔下来 也孤独地继续爬树 连忙冲过去查看小狮子的伤势 不过遗憾的是 小狮子已经被摔得断了起 这可让母狮奇怪了 这些讨人厌的沸沸真是太过疯了 自己又没有招惹她 为何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此时的母狮完全沉浸在 小狮子被摔死的悲伤中 然而下一秒就被沸沸的尿液淋了一桶 没想到沸沸丝毫不心虚 反而还如此挑衅自己 真是让人忍无可忍 看来母狮这下真的要认真起来了 母狮的宝贝疙瘩被沸沸摔死 沸沸不仅不心虚 甚至还在母狮头上撒尿 真是太无法无天了 不过沸沸高兴不了多久 她很快就会彻底遭殃了 母狮在经历了丧子之痛后 还被沸沸如此挑衅 不过她现在已经没什么好顾及的 既然如此 就一定要让沸沸付出应有的代价 母狮再也不想忍耐了 她直接冲到了沸沸所在的树上 准备给沸沸一点颜色看看 然而就算母狮在凶猛 却依旧没办法追上身体灵活的沸沸 难不成母狮的复仇计划就要到此为止了吗 母狮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于是她只能从树上下来另想办法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沸沸趁母狮不注意竟然也下了树 准备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如果说树上是沸沸的地盘 那地面上的王者飞狮子没数 母狮抓住机会直接冲了上去 不远处的母狮群也看到了这一 竟然全部出动围剿沸沸 虽然沸沸逃跑的速度并不慢 不过她还是没能跑得过母狮 最后甚至被一脚半跑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看来沸沸的命运已经有了最终的结局 不过就算如此 也都是因为她活该 有了同伴们的帮助 沸沸很快就被抓了个正人 母狮下手一点都不含糊 很快就把她折腾得奄奄一息 沸沸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自己明明偷孩子的技术已经这么熟练了 竟然还会沦落到这样的地步 如果她一开始没有那么得瑟 或许也不会沦落到这样的地步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快看 不远处的山崖上突然掉下来了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仔细一看竟然是一只体格健硕的棕雄 没想到平时如此凶猛的棕雄 竟然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然而就在不远处 竟然还站着一对炎羊母子 冷漠地看着发生的一切 真是世事难料啊 这头棕雄刚刚度过了漫长的冬眠期 一个冬天没吃东西的她此时非常的饥饿 迫不及待地想要早点吃的填饱肚子 作为实力强悍的棕雄 这点小事可难不倒她 于是棕雄在活动了筋骨之后 终于信誓旦旦地出发了 在不远处的山崖上 有一对炎羊母子正在不停地寻找食物 丝毫不知道自己的周围 已经垫得危机似伏 此时的棕雄已经被羊肉的香味 迷晕了脑袋 她死死地盯着山崖上的炎羊母子 甚至想直接冲上去吃掉它们 不过棕雄虽然实力强悍 但是它们的身体却十分笨重 面对如此陡峭的眼皮 很难掌握好身上的平衡 随着棕雄的逐渐靠近 炎羊妈妈也发现了她的身影 如果只有她自己 恐怕她早就一溜烟跑没影了 不过此时她正在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 刚刚出生的炎羊宝宝 虽然能够在炎壁上平稳地兴奉 但是她还没有办法在陡峭的崖壁上奔跑 为了孩子考虑 炎羊妈妈也只能待在原地 不得不说 炎羊妈妈的母爱实在是太伟大 也不知道她能不能带着自己的孩子脱离危险 炎羊母子被棕雄堵在悬崖壁上 稍有不慎就会被吃掉 没想到炎羊妈妈母爱爆棚 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竟然和棕雄正面硬刚 实在是让人动怒 为了保证自己孩子的安全 炎羊妈妈带着自己的幼崽走到了一处看似安全的地方 棕雄如此臃肿的身材 必然没有办法安全地走到这里 毕竟炎羊只是食草动物 在面对棕雄这种庞大的肉食动物时 只能以防守为主 此时的她只希望对面的棕雄能够好快支那而退 毕竟自己的孩子才刚刚出生 如果就这样成为棕雄的盘中餐 实在是太可惜了 其实此时的棕雄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劣势 毕竟这个崖壁实在是太陡了 仅仅只走了两步 就把她吓出了一身冷汗 不过棕雄此时的饥饿已经超出了恐惧 她只想赶快吃上一口香喷喷的牛肉 既然事已至此 她也不想就这样轻易地放弃 于是只能克服心中的恐惧 小心翼翼地朝着炎羊母子靠近 炎羊妈妈实在是没有想到 这只棕雄竟然会如此执着 毕竟自己活了这么多年也是见多失光的 对于棕雄的弱点更是了如指掌 没想到这只棕雄竟然如此倔强 竟然会冒着摔死的奉献来抓自己 未免有些太离谱了 看来炎羊妈妈的防守措施不太管用了 也不知道她还有没有备用措施 难不成他们今天都要死在棕雄嘴里了吗 刚刚苏醒的棕雄只想吃一口香喷喷的羊肉 竟然不顾危险爬上了陡峭的牙壁 炎羊妈妈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竟然主动出击攻击棕雄 看来炎羊妈妈真是被逼得没有办法 棕雄到底能不能如愿以偿呢 眼看棕雄靠得越来越近 炎羊妈妈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之下 炎羊妈妈还是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 既然棕雄执意如此 就别怪她不客气了 此时的棕雄已经走到了炎羊母子的对面 他们之间只剩下一两米的距离 眼看马上就要升级了 棕雄开始不停地用爪子勾炎羊宝宝的身体 炎羊宝宝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 背下的腿都在颤抖 此时的炎羊妈妈已经忍无可忍了 她实在是接受不了自己的孩子就这样死去 经过了再三思考之后 她直接冲上去用自己的羊脚顶在了棕雄的身体上 原本就站不稳的棕雄一个亮墙 直接从悬崖上摔了下去 炎羊妈妈看到棕雄消失在自己的视野当中 瞬间松了一口气 连忙带着这里的幼崽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反观棕雄的处境就不太乐观了 炎壁下方全都是尖锐的石头 而尽管棕雄有着厚重的皮毛 也很难保证自己不受伤害 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真是太离谱了 这只猎狗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和花豹玩起了拔河游戏 而他们拔河的道具 竟然是一只已经断气的羚羊 站在树上的花豹死死地咬住羚羊的尸体 双方都不愿意主动松口 羚羊表示 我也是你们play的一环吗 这只花豹已经好几天没吃过东西了 今天它好不容易捉到一只羚羊 填饱肚子了 正当它准备大块躲移的时候 旁边突然冲出来的一只猎狗老二 搞得花豹烦躁不已 毕竟猎狗可是这一片出了名的抢劫犯 一旦被它们盯上 至少也要掏一点锅路费 花豹并不想和这个无赖纠缠 于是便带着自己的食物爬到了附近的树上 然而让它没想到的是 猎狗老二竟然会如此执着 站在树上死死地盯着羚羊尸体 似乎不吃到嘴里就不会把羞 此时的猎狼二已经开始不停地蹦蹦跳跳 在费了好大的力气之后 终于一口咬住了羚羊的身体 既然已经到了它嘴里 就没有轻易松口的道理 猎狼二无论如何都不肯轻易松口 而另一头的花豹同样死死地咬住羚羊的身体 就这样 一场以羚羊为道具的拔河大赛拉开了序幕 很明显猎狼二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此时的它四脚离地 把身体的全部重量都施加在了花豹的身上 这只猎狼二未免有些太贪心了 竟然还想把羚羊身体全部抢走 猎狗老二和花豹玩起了拔河大赛 目的却是为了抢夺花豹的食物 真是又懒又馋 一点都不讨人喜欢 奈何花豹大哥实在是抢不过它 只能任由猎狼二带走自己好不容易捕捉到的羚羊 真是太心酸了 或许是猎狼二的身体太重了 花豹大哥最终还是没有坚持得住 输掉了这一局拔河大赛 猎狼二终于达成了自己的目的 叼着羚羊的身体转身就跑 只留下花豹大哥尴尬地站在树上 要知道 这并不是猎狼二第一次抢夺花豹的食物 奈何他们一点都不知道收敛 甚至还越来越猖狂 花豹大哥吃了无数次的哑巴亏 这次终于不想继续忍耐了 于是他从树上跳了下来 一路尾随着猎狗老二 准备给他来一个出气不意 毕竟他的吃的是从自己嘴里抢来的 哪怕是花豹大哥再抢回来 也是理所应当的 猎狼二好不容易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 准备独享美食 没想到下一秒花豹就冲了出来 原本平静的气氛瞬间变得剑拔弩张 不过猎狼二丝毫不慌不忙 既然他能够把羚羊抢过来 就说明自己还是有点真本似的 而花豹大哥此时只能挽回自己的尊严 顺便把羚羊抢回来 看来他们之间的一场大战是避免不了了 也不知道花豹大哥能不能如愿以偿 猎狗老二当众抢夺花豹大哥的食物 甚至一点都不知道羞耻 家常便饭了 不过深受猎狼二困扰的花豹大哥决定不再忍耐 一定要让对方付出应有的代价 猎狼二和花豹大哥周旋的同时 还时不时地吃一口羚羊肉 这嘚瑟样实在是太欠揍了 不过花豹一开始只想拿回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没想到在纠缠了几个回合之后 羚羊肉竟然越来越少 花豹大哥感觉这个猎狼二真是太过分了 既然他如此贪心 就不要怪自己不留情面了 此时的猎狼二已经吃得满嘴流油 肚子都大了一圈 吃饱喝足的他行动越来越缓慢 下一秒就被花豹抓住了破绽 一口咬在了猎狼二的喉管上 只要稍微一用力 猎狼二就会一命呜呼 没想到反转竟然来得如此之快 不过就算此时的猎狼二愿意认输 也已经为时已晚了 花豹大哥终于给自己出了口恶气 他叼着猎狼二的尸体 大摇大摆地爬上了树 不过猎狼二的肉实在是算不上好吃 花豹大哥随便砍了两口 就将其尸体随意地扔在树下 直接消失在了这个是非之地 而猎狼二的尸体 很快就吸引到了他的同伴 不过这群猎狗 并没有打算给自己的好兄弟报仇 而是选择原地开袭 毕竟是已至此 也只能先吃饭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